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我是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个已经被商台DQ了的潘小涛 他连《苹果日报》和《一传媒》 可以让他有些地盘写东西赚稿费这支歌都不能唱 因为整个《一传媒》已经不存在了 没错 很惨 这些人就变得很难买食 本来有个《一传媒》可以让他弃弃 现在已经没了 又或者其他的《黄梅》 以前我指的《立场新闻》 或者《众新闻》 因为比较上在2019年时吃到一大笔货金 还能顶得下 因此这些潘小涛没有了一如以往的传媒 给他批评稿费的时候 唯有就要靠Patreon 那就看到有多少人愿意付钱去看他写的东西 又或者支持他 搞笑了 如果你真的这么受欢迎 或者你写的东西 是这么值得大家真金白银 想继续看下去 因为平台都没有了 就是所谓媒体给他写的地盘 又或者已经流亡 海外的东西 所以不再找他也好 基于种种不同的理由 如果你真的这么受欢迎 或者大家这么渴望看到你写的东西 给钱是很正常的 当没有给钱去买《苹果日报》 就会省下那些钱 那我就订Patreon 潘小涛也好 陶杰也好 其他不同的写专栏 以前在苹果写开的人 我就继续给钱去订 其实差不多是一周刊的 我们看到潘小涛应该在 母亲节差不多的时间 就出了个帖 写着 Patreon没什么人订阅 入息片低 心情难免急躁 先指声明 只说九龙野 不过海 太长和太短的话题都不说 你高急就高急 还要转转转 Patreon找不到钱 很多人在Patreon都有非常巨大的订阅 尤其是有些之前在苹果地盘写东西 有些人一个二个开Patreon 他们的收入真的非常丰厚 例如姓曹那个人陶杰 他的Patreon很厉害 为什么别人可以 你又不可以 你这个潘小涛应该要自己 检查一下自己写什么呢 潘小涛在商台到今时今日 都是单天保自尊的话题 都是去唱衰和抹黑中国的 大哥 你看一看 现在中国内地的发展 电动车 或者玩游戏的米虾游的游戏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的发展 已经是一天千里了 你这个潘小涛还在说 文革三反不反大弱晋 他是不是瘋了 这些人不醒的 还有他觉得那些人是应份给他 其实和黑衣有什么分别 你和其他人一样 现在又怎样 就觉得自己的订阅 不如你想找不到食物吗 找不到食物就转工 在这里剩下有什么用呢 像废人一样 你还可以转什么工 除了阴工之外 我不知道 这些是他的事 你想想其他黄梅 海外的楼散 都不找你写东西了 刻意快点离开 为什么呢 其实2019年到之后 我想可能还有一些人订阅他 我觉得他的致命箱是通关 通关致命箱吗 为什么呢 因为相当多 同路人都上去内地玩 我还不用你告诉我内地是什么 你说内地有多黑暗 有多令人害怕的那些 通通都不是 我上去又有暴师傅吃 还可以买一些 又有大杂蟹 是吗 是的 又好吃又好玩 他说的东西也不合现实 连登仔也说过好几次了 回到内地一边吃着木屋烧烤 一边喝着啤酒也不知有多chill 他都说很过瘾 我还没上去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样 再加上内地的店铺播出的音乐 隐约传来这些声音 接着吃着串销 再说下大家的未来将来 究竟是怎样的 他们很喜欢说一句说话叫未来见 潘小涛还跟我说内地权斗 习近平派系 江派 湖派 等等 一派湖烟就有你的份 在内地生活也好 在这些同路人 什么都好 去到内地玩的时候 他们真是深深原来体会到一件事 就是说 市民的生活 跟你说的什么权斗 是两个世界来的 就是了 你说的东西不合乎现实的话 那究竟是谁被洗脑呢 我觉得始终就是 有一帮人就很抗拒中国 同一时间就很喜欢看一些谣言 例如好像大纪元时报那些 痴线媒体 专门是写很多谣言出来的 但是有些人 真的会信以为真的 那时候恐怖 真的信到十足十 觉得内地很邪恶 很黑暗 你回到内地 你什么自由都没有 是不是 但是这些不是事实 很容易就不公自破 你只需要 回到内地就一转就感受得到的了 你这个人又不肯回到内地看看是怎样 就常常呢 就在香港写一些无谓东西 帮人传谣 作故事 那很自然就是 很多人都会看的嘛 你整天作故事的东西 不是不看你的Patreon 就这么简单的嘛 你现在在那里生 收入少 你怪谁 怪你自己 怪你自己作故事 这些故事不动听 不真实 是吧 不懂得检讨的自己都是 真是傻的这种人 是很好笑的 在同路人的角度来说 又对啊 为什么不订你潘小涛呢 一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回过内地的人 即是潘小涛 你竟然告诉我现在内地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不好 或者有什么危机 或者有什么黑暗面 come on 你都瘋了 我见到有人 即是和潘小涛说 你都傻的 你还在继续努力 拗中丑 你不要瘋了 手足的五大诉求 已经变了北上吃好东西 扔骨 配眼镜 去山姆 还有整牙 各位Patreon的朋友 这件反中乱港的人 甚至你再Patreon订阅他 可能会受到牵连的体怒 有没有对啊 我都见过有些 很黄的那些 带了个女儿回到内地 配眼镜 那就可以了 配眼镜 内地又便宜点又便宜点 而且眼镜 大部分都是中国做的 你去原产地来配眼镜 当然是再便宜点 很正常而已 我见到一个近来最精彩的例子就是 由移民台湾 接着移民英国 接着到最后 就极速回流的真生活 最近都带了大家去深圳配眼镜 给你们看怎么样 就是了 你想想那时候又要离开香港 又是订点 又是旅居 然后回到香港 现在又回到内地配眼镜 不要说那么多了 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真是亲身经历过 不同的地方 感受过不同地方的差异 还有有什么不好 到最后人们都选择回来香港 这个这么好的例子 其实很值得参考 真的 有些人去到英国还要死定 是吧 但是有些人就留在香港 但是就不停传谣 在那里作故事 如果你这个潘小图 就不喜欢香港 就快点离开嘛 是不是 觉得人家都不明白中国是怎样 只是你才明白 但是你自己又不回去 那就没有说服力了 如果你回去 然后你再说这些 反而都还有说服力 但是他没有 是不是 我看到一些手足也有去解释 为什么不订潘小图的Patreon 他们的角度也挺有趣的 那些是中南海的事 我们去深圳不关事 就是觉得潘小图说的那些是中南海里面他们发生的事 就是那些什么拳斗什么的 就是那边的 就是中南海距离深圳很远的 很远的 傻的吗 关我的事 那我们去深圳玩而已 我们不是去中南海玩 关什么事 又不是去北京玩 关什么事 我们不去北京就多了 北京的路那么远 这好像对 挺有道理的 就是他们觉得去珠海 去深圳 去广州那边就OK的 不会影响到什么 我觉得现在潘小图你的同路人 甚至乎以前订过Patreon的人 他们不出声骂你 已经算很好避免你了 觉得自己租了就算了 我回到内地玩也不是这样的 你说到上面全部都是 因为我看到潘小图还在说那些 很多年前很惨的小月月事件 你还在说这些不要瘋了 是不是傻的 每个国家每个地方 都有些惨事有些不好的事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停重复又重复一些惨事 对不对 好像美国那样 我不说太远的历史 我只是说疫情期间 美国是全球死最多人的国家 那美国人有没有不停重复 疫情期间死多少人死多少人 听得久也厌 你人都要向前看的 白痴 这个潘小图 他把他自己收下这些东西 就把他自己收下的士司机的东西 那样? 所以那句叫做的士司机是什么 车程太长太短那些 不知道也不喜欢 还是怎样的 他把自己套下去 只说九龙东西 不过海 太长和太短的话题也不说 这个意思就是 只是说九龙东西 即香港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那就说九龙就好了 太长太短了 我也不会写的了 好心你啦 想别人订阅你也不要这么困难 那我更加不订阅你 我欠了你吗? 我前世欠你吗? 为什么要订阅你呢? 没必要的 订阅你干什么呢? 你自己找不到钱 找不到食物 就不要骂其他人 有些人是这样的 觉得怀才不语的感觉 觉得社会不喜欢听他说的 就觉得是其他人的错 从来不自己检讨一下 对不对? 做人就要懂得检讨一下 还有就是 不要觉得自己说的是现实 别人懂得看的嘛 你说的是现实吗? 是否愚蠢呢? 自己没有人看 一边呱呱吵 在那里生气 觉得社会 哎呀 整天只会看着河马 不理他们了 不理中国了 当然不是啊 社会不是这样的嘛 这般小徒人是白痴的 手足自己回到内地一次 什么情况 什么都什么 突破了那个心魔 回到内地一次 就明白了很多的了 哎呀 说到底 最后也要再听到一个人 就是李远华 他在那些什么 网台那些 说得多疯狂 也有的 大家都知道他很黄的 他不是这样回来香港 是吗? 噢噢 还有啊 看到他呢 还去海底拌吃呢 我开心啊 我也喜欢吃啊 很辣的东西 我又適合吃啊 四川东西 懂得吃 好 那些人就说那里是海底拌 我应该也是海底拌来的 因为我看到那个炉头 有一些简体字 什么火炉 我的脑子是用简体字写的 应该拒绝内地才是 难不就吃得这么开心 又在打卡 对吧 不要转了 要观察到社会变化 一定 人始终都是要面对现实 要活得真实 不要常常信一些穿坐附会的东西 还有不要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去切切实实地感受一下社会 是不是 人家不认同你就觉得不对 就觉得那些人好像欠了你 是不是 自己的Patreon没有人订阅 是你自己拿来的 潘小涛 不要说到这个世界好像欠了你 其实李远华这些都懂得转身 转转转转转去旅行 带团去旅行 宣传一些产品 和梁子山 两个都一百年多了 还开一个重类 两个加起来百岁 真是笑死你 已经百多了 这个很厉害 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但是要懂得转身 李远华就是懂得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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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缺帅 搞那些产品也搞得如一锅铺 没有搞 是吧 有有去搞越南 还是马来西亚的 还有 不不可以继续 调整叠碟 最主要怎样就怎样 是的 潘小涛呢 你自己找不到赢 现在就 他不知道怎样转身 他太均勁了 因为他去得 这个人不能转的 这个人算了吧 说三说四说完 也不真的看社会环境是怎样 经常说一些他以为自己是对的 根本都不对的 硬说到是这样 然后人家不同意他 又会骂人回头 这个人是这么坏的 所以人家就订阅你的东西 或者单打你的东西 我看到他很坏你做的 还在说这些 一个人就化解了 中共对台湾经济制裁的 军事封锁 还在说这些 不要那么疯了 还在说什么九二共识 什么新两国论 没有人有兴趣 经常觉得西方是好的 美国是好的 中国是坏的 这种正邪对立之分 是很单纯的 显得他的思想 足够你的命 好了 那我们就看看潘小图 何时就黑食宣布破产 怪不得 这些商台也不会再找他回来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